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呢,很開心能夠為大家介紹 我前面這台,倒岔版的YAMAHA MTE5 好,那這裡先感謝一下 六三喜車廠的老闆 贊助我們這兩台MTE5來拍攝 那當然這台是客人的 那這台倒岔版呢,才是老闆的 那老闆不是買來給自己騎的哦 這台是買給洗車廠客人騎的啊 如果你已經加入一年的會員 就可以免費騎,騎到爽,騎到兔 那那裡的環境我覺得不錯 尤其是對擋車來說,洗車非常方便 還有前後住車架 這對擋車來說真的是方便了很多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看 那詳細的活動辦法可以參考 六三喜車廠的IG 裡面有詳細活動,或你有不懂的話 你可以直接私訊他 或者是呢,你可以直接當面問他 地址我放在下方的說明欄 好,那我們回正片 好,那眼前這兩台就是正差跟倒差啦 大家一定會覺得 這兩台車最大的區別就在於前差 我跟大家說不是這樣的 完全不是哦 這兩台車呢,最大的差異呢 就是這張貼紙 好,不是跟大家鬧了啦 那這兩台車呢 大家最明顯看到就是正差跟倒差嘛 但除了這個之外呢 他們還是有很多細節上的區別 我覺得這是大家沒有注意到的 那我來帶大家看看 首先呢,就是這個方向燈 大家有沒有看到 它的方向燈,它是一個比較尖銳的形狀 然後這台車的方向燈呢 正差板,它是一個比較橢圓一點的 這個區別算是小的呢 那再來,你可以看到這台車 倒差板的,它的電門開關 它是和日本的YAMAHA那邊的是同樣的 有沒有,這裡超車燈在前面 然後遠燈 方向燈喇叭 然後它的發動開關是整合式的 那這一台呢,印度版的 它的開關看起來就稍微比較陽春一點 這裡按發嘛 然後這是熄火開關 然後這就是超車燈沒有坐在前面 是坐在這裡 喇叭,方向燈 這是又一個大家沒有注意的細節啦 那再來呢,我想跟大家強調一點 就是這個後腳踏 我發現很多正差跟倒差的人 好像也不太知道 其實他們的後腳踏是完全不同的形式 大家可以看到這裡是有形狀的鋁合金後腳踏 有沒有,很有質感 但是呢,這個就是一般的鋼管 有沒有,從這裡連出來 看起來就是比較廉價一點 我覺得這個細節是非常好的 所以這台做工會比這台好很多 的原因就在這邊 那再來還有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有沒有,鋁合金的海鷗搖壁 很粗壯 很結實的感覺 然後這個短短的厚土廚也蠻好看的 這裡也是鋁合金的海鷗搖壁 那正差板呢,就是 比較陽春的搖壁啦 就是我們一般在小檔車看到上面 就是這樣長方形的,有沒有 這裡也是長方形的這樣 然後吐廚變得稍微圓潤一點 那從車尾看過去呢 這兩台最大的區別 由於這裡是印度版嘛 所以他會有一些法規的規定 就是他必須裝上這個 防捲入的擋板 這個擋板是因為 可能那邊的女孩子都會穿一些長裙吧 那避免他捲入到鏈條這邊 才做多多的擋板 然後他就跟後吐廚裝在一起 這裡 而且他是汗屎的 那麼印尼製的 應該是印尼製的 他就後面完全沒有這種東西 包括這個後扶手也是 我是覺得外觀上有點多餘啦 但是其實這本後扶手 我真的還蠻好用的 在移車的時候 以上大概就是這兩台車的區別 所以你可以發現 其實導擋板他的一些細節 這樣一小點一小點的差異之後 你就會發現這台車的做工 整體外觀看起來就是很有 比較有質感 也不是說這台沒質感 就是這台的質感會好很多 當然這台還有一個優勢 正擋板有一個優勢就是 他有ABS嘛 這台沒有嘛 那這個就是 大家要去做取捨啦 以上就是這兩台外觀差異喔 那如果有想要更詳細的探討 MT-15的外觀的話 可以參考我之前出的 MT-15試駕影片 裡面我有非常詳細介紹 MT-15的外觀 那我們就路上見 好,我們現在已經到山上了 那我先來重溫一下這台正擦板的MT-15 那我先講一下MT-15的基本規格好了 他則是155cc的水冷式行程單缸BBA可變氣盤加鋪扣引擎 然後最大馬力大概19匹 最大扭力大概是1.4公斤米 那他的座高算是這個極距離算偏... 蠻高的啦 但是... 騎習慣之後就還好了 其實說MT-15是一台我非常喜歡的街車喔 因為... 不論是他的外型或是他的動力 我覺得都是非常適合新手的 那正擦板就跟我之前回憶中的一樣 非常的...好騎 只是在過彎的時候 他的... 前後避震... 稍微會... 有點跳 如果你騎快一點的話 尤其是後避震 後避震真的蠻跳的 但是...基本上你要小熱血 都是蠻...蠻夠...蠻堪用的啦 然後他的出力也不會到... 很猛 他的...輸出甜蜜點大概在... 7000轉再到8000轉之間啦 這種小車在山上就... 真的非常好玩啦 你不需要有... 很大的壓力就能體驗到... 自己操駕的那個樂趣啊 所以我覺得這是... 小車好玩的地方啊 不需要繃緊神經的騎啊 就...可以很輕鬆的操控 正擦體驗完畢 很棒...很棒...很棒... 跟我想像中的一樣好 好車一台 好...接下來...體驗一下倒岔 我們現在換到倒岔版了 那...最大的區別呢 我覺得... 不是正倒岔的問題喔 是...這台車...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的...接合點 居然比...正差的還要再... 後面一點欸 正差的接合點...離合接合點 是...很...很快的 但是... 倒岔版的...要拉到... 要放到很後面啦 這一點我覺得...蠻有趣的 然後這台車騎起來 比正差版...我覺得... 順...很多欸 因為...正差版... 那個...騎起來感覺 跟這台騎起來感覺 我覺得這台...又更細膩了一點 我有感覺到...前面...前懸吊的地方... 穩定很多喔 果然正倒岔還是有差啊 特殊照相 什麼...什麼...什麼東西啊 幹... 媽的... 有一個樹葉...我想說... 靠北...我想說什麼東西 幹...有夠誇張的欸 請問樹葉飛到你們的... 安全帽下面... 然後卡住的機率會有多大 而且你還在錄音喔 幹...三小孩 懸吊真的... 真的好蠻多的欸 可能這台是... 剛牽的新車吧 我覺得前後懸吊都... 比較穩一點欸 但是...那台... 正差版也... 千兩個月而已啊 為什麼差... 差異那麼大啊 還有一點就是... 正差版的... MT-15 它有側駐熄火功能 然後... 寶岔版的MT-15呢 它沒有側駐熄火功能喔 為什麼我知道呢 因為我剛剛就發生了一件很蠢的事喔 好...那我現在兩台都騎完囉 那我覺得在騎乘感受上 導岔它的懸吊會比較穩定一點呢 這廢話嗎 然後... 他們的接合點啊 這台接合點比較後面 導岔版比較後面 這台接合點很快 所以...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有點不適應 但我是比較喜歡那一台啦 接合比較快 這個要到... 比較後面一點 比較...難上手 再來就是... 這台的引擎稍微再... 順一點喔 這台就... 比較沒那麼順 阿德路 對啊 我要三個小時的路耶 三個小時了 我做個結尾而已啊 老闆不耐煩了 謝謝老闆幫我拍帥照 好...那這次的對賓影片就到這裡啊 希望大家都有了解到 正差板跟倒岔板 不只是前岔的差異 其實他們還有很多零零種種的 很多很多差異 所以堆疊起來 所以它才會貴那麼多 不是只有差在前岔而已好不好 那我自己是比較喜歡... 前面的倒岔板啦 雖然沒有ABS 但它整個做工的細節 會讓我覺得... 很有質感 我很喜歡那種感覺 但是正差板呢 它也不是... 不是說正差板不好耶 它有ABS啊 它的安全性比較好 而且它也更便宜 這台的售價是... 12萬1吧 然後我前面那台是14萬8 就看大家怎麼取捨啦 那如果大家對前面那台 倒岔板的MT5有興趣的話 也歡迎去六三洗車場 可以去看看 沒有要洗車也可以去看看 那還想看到我是什麼車車 或者是想要看到什麼對比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 喜歡影片不要忘記按讚、訂閱、分享 那我是Taco 希望這部影片有幫助到你啊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拜拜